同学们,你们好,我是徐老师 这节课我们来认识钟表 在认识之前,我们先来看一幅图 请看,这个时候,这个小朋友在看什么? 起床 那你知道小红是什么时间起床的吗? 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看到了钟表 有墙上的钟表 还有桌子上的电子表 那我们知道 其实钟表看上去很小 但是它跟我们的生活是密切联系 它告诉我们时间 提醒我们什么时候工作 什么时候学习 那时间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了 这节课我们就来好好的认识一下钟表 先看到桌子上面的这个表 这个表是什么表呢? 刚才有人说 这个表上面表示的时间是七十 那你是怎样看出来的? 这里面我们发现 有两点 两点之前 这个七表示的是七十 两点之后 这里表示的是分 那这一个七十 你还在生活当中哪些地方看见过这样的表呢? 有的说在家里 有的说在学校 还有的说在商场里面 嗯 像这样的一种表 我们把它叫做电子表 电子表 上面显示的时间 此时是七十 好 我们来试着认一认 接下来这几个 这些钟表 各表示几时 你是怎样看出来的? 那 现在来看一看 第一个 电子表 两点之前 是 8 它表示的是十 两点之后 分 两个零来站位 此时是 八十 那 第二个 就是 三十 第三个 那就是 六十 那 在这里面 我们发现 这一类时间 有一些特点 两点之前 表示时 有数字表示 两点之后 我们知道 是分 都用 两个零来表示 那 像这样的时间 我们称之为 整 十 好 我们现在来看 刚刚看到了电子表 我们 除了电子表之外 还有墙上的这一个 钟表 那 有人从钟表上面 也看出了时间 那 你是怎样看出 是 七十 的呢 我们下来 详细的看一看 我们将墙上这个表 放大了 请你仔细看一看 这个钟表上面是七十 那 跟什么密切有关呢 我们不难发现 在这个钟表上面 有两根 这一个是指针 还有一些 数 读出它的时间 那肯定 跟这些指针 和数 是离不开关系了 那 现在 我们就来 好好地认识 这样一个钟表 现在看钟表上面 有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有十二个数 那 再看 十一与 十二之间 有 一个 大格 十二与一之间 也有 一个 大格 那我们又从十二开始 数一数 有几个大格呢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有十二个大格 有十二个数 好 我们认识这些数 和大格 现在认识一些指针 像这根红色的 粗粗短短的针 叫做 十针 这根蓝色 细细长长的针 叫做 分针 那 这个时候 我们看 十针和分针 怎么走的呢 请你伸出小手 跟老师一起来 跟随十针走一走 十针 从十二开始 分针也从十二开始走 走到一 走到二 走到三 一直走 走一圈 又到了十二 我们发现 它是按这样的顺序 在走的 好 现在 来看一看 认识这些朋友 那 我们就能够了解 怎样认出 七十了 这个时候 看 细长的分针 指着十二 粗短的十针 指着七 那这一个时刻 我们就叫做 七十 来 结合这个 再来看一看 分针指着十二 十针指着七 就是七十 我们下面 来认一认 其他的时间 这有三幅图 都是几十呀 你是怎么知道的 第一个 细长的分针指着十二 十针指着八 那 我们就可以说 这是八十 第二个 分针指着十二 十针指着三 我们就说 这是三十 接着 这一个时间 分针指着十二 十针指着六 就是六十 那看到这三个时刻 你有什么发现吗 把你的发现 和你身边的小伙伴 说一说 这三个时间 我们由慢到快 来整理整理 看看你的发现 是不是这样 分针指着十二 十针指着八 就是八十 分针指着十二 十针指着三 就是三十 分针指着十二 十针指着六 就是六十 那 分针指着十二 十针指着七 就是七十 那 这一个 是不是就可以总结一下 当分针指着十二 的时候 十针指着几 那就表示 几十 是这样一个发现吗 好 有了这样一个认识之后 在中面上的时间 要认出它是几十 就不难了 现在 我们来看一看 小红的一天 就从起床 开始了 看看他的好伙伴 小明 这是小明的一天 请你看一看 他什么时间 在做什么事情 完整的说一说 从上往下看 从左往右看 七十 小明 在刷牙 接着 九十 他在 看书 继续 十十 他在 锻炼身体 十二十 他正在 吃午饭 这个时候 六十 他在 看动画片 诶 九十 他在 睡觉 在这里 请看一看 怎么有 两个九十呀 一个是 上午九十 一个是 晚上九十 这说明 我们的时间 他转了 两圈呢 在一天之内 好 认识了这些 诊识之后 我们来看一看 妈妈正在给小朋友 整理衣服 请你看一看 这是什么时间 怎样说 可好呢 分针 好像指着十二 但是 还没指到 十针 指着八 这一个时间 我们可以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 分针 再走一点点 就刚好 到八十了 这一个时刻 我们可以 这样来说 快到八十了 也有第二种说法 大约 八十 好 我们继续看 穿戴好衣服 这个小女孩 正在锻炼身体呢 请看 这个时候 是几时呀 怎样说 这个时间 会更好一些呢 我们看到 十针指着 十 分针 好像 已经 经过了十二 但是 到 一 还差一些 这个分针 刚经过了 十时 那这个时刻 我们可以 这样来说 十时 刚过 也可以说 大约 十时 好 这节课 我们简单的认识了钟表 知道 当分针指着十二的时候 十针指着几 就是几时 同时 我们还知道 当分针 在十二的左边的时候 它表示 快到几时了 当分针指着十二的右边的时候 说明 几时 刚过 像这两种特殊的认识时间 我们都可以用一种方法来说 大约 几时 好 今天这节课 我们就学到这 下一节课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他们两种特殊的后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